歐國戰爭發生是已經已經超過兩棟半 為了這個頓球相反的這個活動 中國總理小智十五是前後跟歐吉蘭 還有俄羅斯的總統電位飛彈 讓責任司機率批評說 中國跟俄羅斯的飛彈 是打開潘土來的阿爸 讓普廷有單位的空間 歐國戰爭超過兩棟半 在美國選擇歐吉林總統川普 加上北韓軍人去俄羅斯東部 和日戰爭的戰術 第五中立小智為了頓球相反和彈 第十五是前後跟歐吉蘭總統 責任司機和俄羅斯總統不停 定位飛彈 所受到責任司機批評 下次頓球普廷為歐吉蘭鐵軍 而且開始跟歐吉蘭談談 來實現共見和相關的合併 跟這時也向歐吉蘭共調 只要有必要 地國會繼續堅定地支持歐吉蘭 封有歐吉蘭的支撐 連歐吉蘭也真是跟地國做定位飛彈 另外香港委託的南華雜佩 是英雄國高雄關電館的消息報道 後面有固定性的政策 現實中國新共地区 有限定在生產無人機 這無人機讓送去歐吉蘭 到一個歐吉蘭前進來 如果會做早前 而且要求中國回應 但是早前是熟悉 不拜託對中國實施擴改制裁 恭喜新聞採視東邊